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易得台仰》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威儿,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 正香煲和晒冷气 将齐抗疫、凭兴经济反网部的信息 宣扬开去 这次节目就要讲讲疫情的事情 都很久没讲了,只是在直播中讲一点 每次都叫大家去打疫苗那些 都是非常侵略的 不过香港清零就断了揽 当然断揽这个字 是不想的,这个字当然是 动防中意用 清零再度断揽 其实香港抗疫防疫算是做得很不错的 昨天张竹军医生说 香港多了两宗新的确诊 一宗是英国反香港的29岁男人 输入个案 另外一个就是 7号的时候初步确诊的48岁男子 这个就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这个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就是在金丝花园那里住的 那天阿哥就在空运货站那里做货站服务员的 货物来源都有 现在就在找到源头在哪里 有可能是货物,有可能是基组人员 这些从来都有风险 但是他其实是打了疫苗的 他在6月25日和7月28日的时候 就打了两剂科兴 他其实是中了Delta 但是没有病征的 有只是轻症 之后出现的症状都是喉咙痛的 其实 这个我也要告诉大家 打疫苗是绝对有用的 因为他和他老婆和女儿一起住 他老婆和女儿都没有确诊 你也看到实际疫苗是有它的效力的 告诉大家 有些人说 疫苗没用的 科兴对Delta没用 是垃圾 有些言论是这样 有些人这样说 绝对不是 是 科兴有数据 可以告诉你 就算面对Delta 他也是可以 百分之八十几九十几是有效对抗重症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不要有重症 因为重症就会死人 最麻烦是这样 另外一宗 在香港 去了BNO祖国之后确诊 就是一个20岁的男病人 住在北角宝马山花园8座 他9月23日在香港检测 没有病毒 25日去BNO祖国 28日去确诊 但是他没有病征患者 他在香港接种了两剂伏必泰 中了也是没有病征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疫苗 究竟香港会不会有社区传播呢? 有可能的 绝对有可能 所以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现在不是不戴口罩的时候 也不是聚在一起 去搞活动的时候 现在不是 适当的时候 当然了 之前有些哥哥说 要搞一些 唯一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 千万不要做那些事情 真的 风险很大 他也收回他的言论 所以就不可以苛责 算了 我都认为不可以苛责 但是大家都要小心 不要说一些事情 会导致群体聚集 这些是危险的 那说一说其他地方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封城 都封了好几个礼拜 差不多两个月 在这个状态之下 反而有一件事 做得快很多 就是令到我们这里的人 接种疫苗的速度又快很多 台阳可以拿一些数据给大家看一看 起码都看一看 不用知道一些细节的 这就是新西兰的接种数据 其实严格来说 已经打针打得很快 因为81%的人已经打了第一针 已经打了第一针 是的 预约了去打针的人 就有1%左右 加上应该会打齐针的人 就82% 当然最初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等疫苗 好像香港那样 那么早就有疫苗 那就等疫苗 等疫苗的时候 其实这里也是保持一个清零的状态 直到8月 就是Delta进来的时候 Delta进来后 到现在都没有清零 其实清零是有难度的 在Delta面前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病多 隐蔽 传播又厉害 其实隐蔽很多 轻症的比例是比较多一些 本身它是多轻症 但是它传播力更厉害 重症的人也是多的 是多的 如果打到百分之八十多 算不算群体免疫呢 就是在Delta面前 严格来说是未算的 未算 有些人说 那时候有说百分之七十 可以通关的打疫苗 但是香港到现在 都没有去到百分之七十 打第一针 所以香港的情况 反而我觉得 今次有一两宗社区传播 都未必是坏事 起码都可以令到一部分人 看到 咦?不是啊 不对路啊 不对路啊 都可能会滲进来 去打疫苗 希望多些人 滴起心肝 未打的滴起心肝 快点去打吧 对不对 这种情况 出现社区传播之后 是多人打了的 在新西兰也是这样发生的 对啊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绝大多数人 都是适合接种新冠疫苗的 绝大多数 没错 你有慢性病 只要病情稳定 就可以接种了 或者症状 康复了 缓解了 病情稳定 也可以接种 但是 唯一一件事 大家要小心 就是有过敏史的人 就要问医生 还有长者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 这个很重要 你看看我们的数据 算是外国经验 有些人说 我们是外国的 我们不看外国经验 那不要紧的 你喜欢这么说 没问题 我们都拼不到你了 这一件事 台阳你拉一拉去低点那里 低点那里 好 是的 他有个叫做 Cumulative Vaccination by AIDS 其实 是的 其实那些老人家 我们这里 就是65岁以上 都不是真的 完全很老的人 整个群体 就是9乘3的人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 完全接种了 就是8乘4 差不多8乘5 已经去到 就是1000人里面 有846人 是的 老人比率很高 这个跟香港很大分别 因为我们先优先接种老人家 其实香港也是优先接种老人家 但是当时有个问题 大家记得 就是有一份仆街报纸叫做 董房 他就不断说接种疫苗很危险 大家要知道 长者感染新冠 后果是可以很严重的 就是重症是怎样呢 你不打疫苗很多时候都重症的了 老人家呼吸衰竭 败血病 血伤 你怕打疫苗会血伤 不要怕 你中了新冠 更怕 风险就更高 是的 还有可能有多气管衰竭 你不要怕打疫苗会肝臣衰竭 像小培那样说 你不打就还有可能 多气管衰竭 这些频发症 还有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本身身体有些问题 例如高血压 心肺疾病 糖尿病 肥本症 或者癌症 你不要打疫苗 感染之后 有较大机会出现恐症 和死亡 两者 是最高风险的群组 根据现在全世界新冠 有很多数据 其实65岁至74岁的人 死亡率就是18至29岁人士的死亡率的95倍 75至84岁 中了新冠之后的死亡率就是18至29岁的人士的230倍 85岁以上中了新冠之后 死亡率就是18至29岁群组的死亡率的610倍 这些是有数据的 即是你看看香港的数据 不要只说外国数据 你看看香港的数据 80岁以上众生冠的人死亡的百分比是最高的 是四分之一 25.1% 接着就是70至79岁的患者 就是7.8% 感染之后 患有严重疾病的风险 也会随着年龄而显着增加 尤其是以60岁为以上的长者 是高风险 大家要记住 我们叫大家接种疫苗 没有什么收益 没有啊 哪有收益呢? 希望社会复原而已 我们也是 大家要知道 这是最大的好处 是 没错 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社会复偿 我们就是乘搭社会复偿的便车 我们想社会好一点 其实新冠疫苗是有效预防到 2019冠状病毒 而且可以减低长者 包括安老院舍的院友 患上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其实专家是建议的 所有曾经接种流感疫苗的长者 都可以安全地接种新冠疫苗 有慢性病 只要病情稳定 应该尽快接种 千万不要相信洞房那些 比如说有很多人打完针之后 14天内就走了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 没有意思的 没有的 中了新冠的人 14天内走得更多 走得更快 香港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份恶毒的报纸 特意搞到社会 在不应该有争议的事情上面 都充满争议 本来 这是最大的影响 这份《洞房》这份报纸 其第二就是 有一班 有些自媒体 有些频道 专业针对疫苗来说事 又说疫苗是很不自然的 就像估计陪他有儿子那样 到现在还这么说 告诉大家 比较一件事 其实很简单 公立医院病人的死亡人数 每一万人口的比率 有接种疫苗纪录的人 其实死亡率是远低于 没有接种疫苗纪录的人 无论是在住院或者急症室就诊 或者是急性中风 或者急性心肌梗塞 有接种疫苗纪录的人 其实是少于没有接种疫苗纪录的人 所以 在《洞房》做出一个画面 就是接种新冠疫苗很危险 但是这并不是事实 而且现在当然有很多人在质疑 究竟清零是否做得到 在Delta面前 其实我自己认为 在疫苗接种率未达到九成或以上的时候 你一定要以清零为目标 现在接种到八成多 其实也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也不太好 一些个案都爆得很厉害 你看新加坡就知道 它的疫苗接种到八成多 那些确诊都爆到七彩 而且开始威胁到医疗系统 是开始 医疗系统还没落 但是开始威胁到医疗系统 所以 你看到新加坡的经验 你就要知道 疫苗接种 之前说的七成 没有可能 在Delta面前 是不恰当的 所谓的之前通关门栏 最初说七成 其实是说低了 因为当时大家不知道 有Delta 现在要去到九成多 我觉得才对医疗系统是比较安全的 在九成多年前 其实是要清零 也是要坚持 没有办法 为什么要坚持清零的话 你就会有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非常危险 虽然他们是拖大家后退 不接种疫苗的人 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这样 而用性命来侵蠻他们 就是这样的谈人 这些事情 我觉得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都不能做 除了BNO祖国 中国和美国 他们觉得没什么所谓之外 他们就照做 即是接种疫苗的人 只有六七成 就照开 是 这就很危险 对未接种的人 是很危险 事实上 而且是严重惩罚 不接种疫苗的人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了 究竟有什么地方 在Delta之下都有成功清零 当然要说的是中国 中国一直都做得到 怎么做呢 就是封城 大规模检测 找到有确诊 就在旁边 就是这样 其实这些是很好的做法 但是你说在香港做不做得到 难点 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源 其实香港是 香港那么有钱 怎会没有资源 叫祖国帮忙 就行 其实是这样说的 不是那么容易 香港的城市 其实密度太高 有很多需要做这些 大规模检测的事 是要有地方 有公众地方可以做 但是公众地方 很多都拿起来 插针楼 那些东西 其实在香港 所以说要做这些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 现实就是 现在用小区 就是维风 再检测的方法 那样行不行 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 还有些东西是要做的 要检测一下 那些废税 香港也正在做的 而还有一个地方 他检测都不是超大规模检测 他都可以做得到清零 那个地方就是澳洲昆士兰州 他们之前都是爆到有一百几十单的 之前 我现在已经清零了 其实要看大家的配合 这一件事 如果大家做好安全措施 戴齐口罩 双手坚持上清洁消毒 不要乱摸 减少非必要的群聚流动 要清零 其实不是十分难的事 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有些人搞那些 没有必要的群聚活动 那些就是最危险的事 爆就爆到韭菜 不要以为 在数据清了 令你搞群聚都是安全 其实就不是 不是 因为Delta之下 其实我相信社区 是一定有一些 没有症状的感染者 没错 他们的病毒载量很小 或者根本检查不到 有时的情况 但是 在特定的情况下 举个例子 他突然之间 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情况 那他就会发出来 其实是有这个情况出现的 现在看回 美国CDC那边的资料 是有这些情况的 到底 一定要尽快打疫苗 因为香港现在的接种数字 严格来说 实在 太 惡劣了 低 我用惡劣来形容 也不是夸张的 当然 有些人就 说 都算好好的 有六成七 哇 你不够好啊 大哥 问题是 那个疫苗接种计划 已经行了226天了 其实距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的最后日期 只有53天 这53天 其实大家一定要尽快去接种 不可以再拖 没错 不要因为你不喜欢这个特区政府 或者觉得林郑月娥很坏 或者觉得 这个 这个 陈兆史很坏 你就不去接种疫苗 你拿自己的身体来搞非 其实这样 还有一件事 不要信洞房 就是洞房那些 在那个疫苗接种计划 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不断找位来唱衰疫苗了 最初就说特区政府 搬不到疫苗 无能 好了 疫苗很快搞得到 又说特区政府找人做白老鼠 好了 接着大家一起接种的时候 他就特意放在殡仪馆 看看哪个 走了的人 生前打过疫苗 这份是无良的媒体 现在西方不少国家 对于这些疫苗的负面消息 都几乎可以说得上是 盖也盖 甚至乎 要迫一些传媒 一些媒体 去动手 但是在香港 到目前为止 都可以容许这个媒体 不停地散播一些对疫苗 负面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 是假的信息 最主要是 没错 他不是 台湾说 盖也盖也盖也盖 其实不是盖也盖 是见到这些不实信息 就盖它盖 不是有东西要隐藏的意思 但是现在当然是 很大事 其实我们这里 那些疫媒体的报道是如何 有关疫情扩散的情况 永远都是骂那些不打疫苗的人 或者 违反那个 守则 乱走的人 基本上是 一天是几片 找咬的人 所以 香港的媒体 很大程度上 是在破坏这个社会 你自己留意一下 香港有哪一份报纸 叫人去打疫苗 哪一个网媒 叫人去打疫苗 自己去看看 其实大家 早日接种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对全世界回复正常生活 是最为关键 无论你在哪里 你都应该接种疫苗 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是这样,拜拜 拜拜